甲铃开始暴饮暴食 疯狂的吃肉吃碳水 终于在体重超过200斤时 身体力行地感受到了 热辣滚烫中胃营的痛苦感 时隔两个月 热辣滚烫的幕后纪录片终于上线 由宗佩服甲铃 在春节当热辣滚烫最火的时候 面对争议 必然将热辣滚烫的纪录片延期两个月 奉而热辣滚烫下印后 热辣滚烫的幕后纪录片分为冒险蜕变 冲刺全手四级 先来看看前两集 看看甲铃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压力 杀青后的甲铃 在拳击台上忍不住热泪盈眶 甲铃哽咽地说 杀青的路对我来说真的太难了 有那么多拍电影的方式 我却选择了一个最笨的办法 甲铃原本体重一直保持在180斤左右 电影的体能指导给出的建议是 甲铃需要减重到120到110斤之间 体质达到20%左右 体能指导觉得 如果没有时间的限制的话 这个目标一定能达成 但是甲铃面对的第一个考验就是 自己的体重必须跟着电影拍摄的进度 然而在开机之前 甲铃还将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增肥 甲铃坦言自己都已经胖成这样了 粉丝们还觉得自己可爱 为了体现热辣滚烫中 热影一开始的颓废状态 自己必须先增肥 必须让观众一开始看到 热影有稍微那么一点不适感 体能训练提前开始 而且不光不能瘦 还得增肥到200斤以上 体能指导也是第一次遇上这种需求 这也太难了 甲铃开始暴影到时 疯狂地吃肉吃碳水 终于在体重超过200斤时 身体力行地感受到 热片中热影的痛苦感 甲铃的血糖开始不稳定 每天晚上会胡思乱想 其实当时甲铃的身体状态很危险 如果一旦确诊糖尿病 需要一辈子控制饮食 一辈子服药 为了这部热辣滚烫 甲铃简直是在燃烧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 新的挑战再次起来 甲铃是热辣滚烫的主演又是导演 整部电影的每个细节都需要她来拍 反正背后身体的不适 有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 自己又满是无力感 那一瞬间 仿佛所有的压力一股脑全部起来 2022年10月11日 热辣滚烫爱源计划正式开机 2023年121阶段拍摄杀青 甲铃终于要开始为71年的减肥之旅 其实热辣滚烫最开始的计划是 拍摄周期超一年 在2022年和2023年分两个阶段完成 不过后来我们也知道了 因为减肥的难度实在太大 23年设定成分三次台阶 后来又因为急速减肥 加上高强度的工作 甲铃的身体出现了浮肿 幕后纪录片第一集的副标题 之所以是冒险 其实是因为 甲铃除了要面对生理上的重重挑战 还有心理上的巨大压力 拍摄这部热辣滚烫 对甲铃而言就是在冒险 热辣滚烫是甲铃记你好 也欢迎后制导自演的第二部电影 甲铃很清楚自己一开始只是名演员 或许自己的导演技巧并不是那么娴熟 所以她选择用真诚来拍电影 但是你好 也欢迎在2021年以为14.13亿的票房 登上年度票房榜亚军 还在2022年 武汉的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或六项提名 最终你好 也欢迎获得优胜影片奖 自己的第一 不电影就得到如此高的成就 可想而知面对即将开拍的热辣滚烫 甲铃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在第二集退变中 请人指导的一段鼓励甲铃的话 特别让人动容 要想这么快减肥 坚持下来并获得成功的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特别积极向上 对生活充满希望和前景的人 而另一种是做了极大打击非要改变 不成功就跳楼的人 在热辣滚烫电影中 甲铃饰演的内营就是第二种人 但是挺能指导 希望在减肥的过程中 甲铃是第一种人 我们在甲铃的减肥日志中看到 甲铃从23年1月4日 210斤的体重开始减肥 一周减了7斤 一个月时间减掉26斤 成功恢复到自己原本180斤左右的体重 期间甲铃也感叹过 除了每天锻炼的时间 怎么连吃饭和按摩这种休闲娱乐活动 也变得这么痛苦 她也怀疑过这种让她痛苦的生活习惯 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 果然随着平台7的到来 迎接甲铃的是崩溃 明明每天很认真的运动 饮食也很健康 但是体重为什么偏偏就降步了 甲铃很崩溃 大哭一场 其实甲铃曾经用暴力减肥的方式成功受过 甲铃想起自己24岁那年 为了送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 整整一个月没吃饭 每天只喝一碗自己煮的七日瘦生汤 一个月时间减了20斤 最瘦的时候只有96斤 但是那一个月后 自己的身体体质变得特别不好 很快体重就反弹了回去 如今甲铃明明已经按照科学的减肥方式 再减肥了 为什么体重迟迟没有变化 甲铃想过 是不是应该用当年那种极端的方式来减肥 但是甲铃又实在不想向大家传递 那种用极度节食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来达到减肥的目的 两种星每天都在甲铃脑内碰撞 每天的情绪拉扯 是个正常人都会情绪崩溃 不过坚持总会有回报的 2月18号那天 体重一直卡住的甲铃一下瘦了三斤 而这也给了他极大的正反馈 之前缠绕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空 坚持三个月后 体重减到162.5斤的甲铃 自豪的大喊我可以跟护士说 我有斤了 罗拉甲铃每次去医院咽血 护士们都如灵大敌 必须找护士长出马 才可以一针扎中血管 而如今减肥初见成效的甲铃 也在他的减肥日志上记下了护士 一针就找到我血管 值得一提的是 在蜕变中我们在镜头里看到了迷茫的甲铃 抱着一只白色的小狗 罗拉滚烫 电影中类影的微信头像就是这只小狗 而这只小狗也是甲铃拍摄你好 李欢音时捡到的 甲铃为狗狗齐名大麦 这一年甲铃每天锻炼的时候 大麦一直陪伴在甲铃身边 甲铃在罗拉滚烫 幕后纪录片第三集冲刺中 手势详细透露了自己的减肥配方 除了控制饮食 首先是坚持每天早晨5点起床 先跑个5公里 接着开始3个小时的拳击训练 吃完午饭稍作休息 下午就开始举铁 晚上再加练铁能训练和心肺训练 甲铃一天的运动量 最长的时候会达到8个小时 每天的坚持换来的是近一年时间 甲铃成功减重100斤 但是在当时或许是都没想到 甲铃的最终目标并不只有减肥 其实为了拳施热辣滚烫中二隐 从一开始的颓废亲身到重生 再到成为一名真正的拳击手 甲铃从一开始就决定 要一身剑子肉出场 而且甲铃的这个决定没和任何人说 就连自己的副导演都以为 甲铃只是要单纯的解肥 单纯的瘦 敢于和自己较劲的人太直的敬佩了 可想而知 在那么多的日日夜夜 甲铃身体和内心受到了多大的煎熬 那段时间 甲铃的床头会放一瓶对黑素卵糖 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含着 人尝到一点点甜味就已经很满足了 在纪录片中 甲铃回忆起那段时光 满是感叹 9月1号那天 甲铃记忆有心 因为在那天她破天荒地喝了两杯红酒 吃了烤串和鸡掌 因为当时 她几乎已经感受不到自己还活着 整个人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也正是这一才让甲铃缓了过来 打起精神再次出发 2023年的10月1日 热辣滚烫的第二阶段 也是第四次开机时 甲铃的体重已经来到了123斤 当赛艺时隔一年回到剧组 见到甲铃的那一刻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明明甲铃就在自己眼前 认识没认出来 然而热辣滚烫电影的拍摄 并不是那没帆风顺 第四次开机拍摄没多久 剧组被迫暂停的拍摄计划 如果觉得每天的训练加减肥 已经够辛苦了 那正是开始拍摄后 可比训练累多了 甲铃的体能指导直言 拍摄一天的体能消耗 相当于平时训练消耗的4到5倍 而且不光体力消耗的更多注意力的高度集中 而在片场作为导演的职责 都让甲铃仿佛被掏空了一般 果然开机20天后 高强度的工作 每天45小时的睡眠 让甲铃的身体开始浮肿 别说肌肉了 甲铃自己都觉得 自己的肉像流下来了一样 很显然这种状态 已然无法继续拍摄 权衡之下 甲铃最终决定暂停拍摄 之后在专业团队的建议下 甲铃开始了肃性训练 她极其危险的脱水 已尽快恢复身体状态 所谓脱水 其实就是长期不喝水 让身体里面的水排出来 达到减肥和险性肌肉的效果 体能训练不能停的状态下 脱水开始前 甲铃一天需要喝10升水 脱水开始后 一天只能喝300毫升水 要问三天不喝水 再喝上一口到底什么感觉 甲铃身体力行地告诉你 谁比什么小蛋糕好吃多了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甲铃的肌肉开始恢复 甚至可以看到 她背部肌肉呈现出了 圣诞树的模样 很多小伙伴说 现在的甲铃已经不是 从前的甲铃了 甲铃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没错这一年间 甲铃不光减肥100斤 持续不断地练习拳击 整个人的精气神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今的甲铃不光是演员 这导演还是一名女拳击手 在第四集拳手中 甲铃说自己是个特别怕糖的人 将你娇气的 但是在烂烂滚烫拍摄现场的拳击台上 甲铃要面对的 是18和19年的全国拳击冠军赛 60公斤级的冠军 张桂铃有趣的是 杀一汉和婚教练不欲在台下问 张桂铃冲着自己左眼来上 一拳能扛得住吗 张桂铃说会死 张桂铃毕竟是职业拳击手 或许前一秒还在弹效风生 下一秒进入搏击状态 整个人的眼神瞬间变了 只要你敢动 一拳就上来了 看看如今甲铃的眼神 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杀气 或许这就是一个女拳击手 一个还全国冠军 只打十交过手的女拳击手 的正常状态吧 不得不说 甲铃真的很大胆 烂烂滚烫电影最后 那场拳击赛的第二回合 居然是持续整整两分钟的一进到底 除了前十秒 甲铃打了几拳 后面她可是基本上都在挨打 张桂铃坦言 就算是职业拳击手 打上一场比赛 也会累的手都抬不起来 但是被打的人会更累 毕竟打的那个人在自己的节奏里 而被打的人要去适应对方的节奏 甲铃说很长一段时间 自己都无法回看 这场持续两分钟的第二回合 因为这段经历实在太痛苦了 一进到底 就意味着无法靠近头剪切 来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这两分钟的拳击必须是真实的 而且更恐怖的是 第一遍甲铃不是很满意 于是又打了第二次 迎爱全国冠军七八十下重拳 此时的甲铃已经出现了轻微脑震荡 但是当大家再次坐在监视器前 他回放甲铃笑了 而其他人满脸血的心疼 终于在2023年11月24日 热辣滚烫完成了全部拍摄 当工作人员说导演 吃个小蛋糕吧 忍不住泪目 热辣滚烫安原定计划在春节档上映 如今时隔两个月 热辣滚烫下映 最终以34.6亿的票房 成为春节档票房冠军 而这份荣誉甲铃值得拥有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请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